本节我们一起学习用IVTK工具观察TVTK管线 为了方便操作和观察TVTK的管线 可以交互式的修改各个TVTK对象的属性 TVTK库还提供了一个工具叫做IVTK 使用该工具我们可以用鼠标点击相应的窗口上的按钮 来查看各个TVTK库的对象属性 为了使用IVTK工具 我们首先需要从TVTK库中引入该工具 它的引入命令为fromtvtk.api importivtk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用IVTK显示立方体的程序 在该程序中 我们首先需要引入IVTK库相关的几个库 它包括IVTK和GUI的模块 在程序里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的三条语句是以前我们写过的图形管线 首先构建一个cube source对象数据源 然后构建一个mapper映射器 接下来我们建立一个实体actor 这里与之前的程序不同 我们要使用IVTK来观察管线 所以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GUI对象 它是一个带cruist窗口的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再使用ivtk.ivtkwithcruistandbrowser 这个命令来构建窗口 再使用win.open以及win.scene.addactor 构建了整个ivtk的一个工具 最后我们开始界面的消息循环 使用命令GUI.start.event.loop 我们一起来运行一下程序 在窗口中你可以看到 显示了这样的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的右侧给出了我们的cube source 也就是我们之前建立的长方体 左侧有一个空白区域 如果你的程序左侧出现空白 说明这里有一个简单的bug 我们会去修复它 在光窗口的下面有一个shel窗口 那么这个bug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我们的vtk中 因为我们引入了GUI这个模块 在GUI开启的时候 它的子窗口dialog 实际上是一个子窗口空间 它应该存在于主窗口之中 那么由于这个bug的存在 使它脱离了这个窗口 请同学们参照着我们的代码 来修改GUI的这个错误 修改这个错误 我们需要引入 pyface.api 从中找到GUI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设置 dialog为默认的Q widget 将它作为主窗口的子窗口存在 即可以 请大家自行进行修改 修改之后 我们一起来运行程序 我们发现这回窗口 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里 窗口分为三个部分 刚才空白的区域 也出现了竖形的列表 为了提高程序的可读性 以及未来复用的方便 我们将创建ivtk窗口的功能 和试卷循环的这两个功能 封装在两个函数中 也就是我们文文框给出的第一部分 和第二部分 分别命名为两个函数 ivtk scene和event loop 为了进一步把这两个模块封装 我们把它写在一个文件中 比如我们可以启名 tvtk function.py 这样可以以后进行调用 一旦我们对这两个函数 进行了封装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程序的最前面 写成 from tvtk function import ivtk scene和event loop 可以看到我们刚藏的代码 就可以变为如此的简洁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刚才我们用ivtk工具观察的流水线的窗口 在这个窗口中 主窗口是一个场景 它用于显示我们需要显示的数据的结果 在这里当然我们显示了一个立方体数据 在该窗口的上面有一个场景的工具条 它位于场景的最上方 它提供了各个视角 全屏显示以及保存图像的功能 在该工具栏上 你可以发现有xyz不同坐标 大家可以尝试着去修改一下 整个窗轴的左侧就是我们的管线浏览器 它是一个表示管线的竖状空间 从子节点Polidata Mapper 逐步向上层直到跟节点Render窗口 它表示了显示立方体的整个管线 它与我们讲的tvtk管线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在整个窗口的下方 提供了一个python命令行 它方便用户直接输入命令 来操作各个对象 比如在这里你可以输入 print actor等信息 我们尝试一下 通过场景对象 scene 获取cube source对象 然后再输出它的 Polidata对象的points属性 我们可以输入命令 print scene their render their actors their mapper their input their points their tool array 这样我们就可以输出了 构成该立方体的 各个顶点的三维坐标 在竖状的管线中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节点 首先大家在管线中找到照相机的节点 它的对象为 OpenGL Camera 我们双击 弹出编辑相机的属性对话框 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参数 我们看几个主要的参数 这些参数就是相机对象的属性 比如说 Clip in plane 它有两个元素 分别表示照相机 到近圆 两个裁剪平面的距离 对于照相机来说 在这个平面范围之外的数据将不会显示 我们再看一个属性 position 它表示照相机在三文空间中的坐标 Focal Point 它表示照相机所聚焦的焦点坐标 View Up 表示照相机对象 向上方向的 矢量 我们再在管线的竖状窗口中 找到实体Actor 点击Actor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的属性 它包括实体的方向 圆点 位置 和缩放 在TVTK的坐标系中 我们采用右手的法则 它与OpenGL是一致的 我们在管线窗口中 单击工具栏的齿轮状图标 可以打开整个场景的编辑器 这里边有thin场景 光源 light 还有movie等对话框 在这些对话框中 我们可以尝试添加或删除光源 还可以修改属性 比如说我们修改了光源中的 标签页上的light1 第一个光源 我们修改它的elevation 通过调整elevation 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沿着精度方向 旋转而制定的角度 即垂直旋转 改变它的维度 调整它的值 我们发现 物体上的颜色光发生了变化 同样我们可以尝试 把light1的color属性 进行修改 比如说我们设置成红色 我们发现 被该光源所照到的 长方体的面 也变成了红色 我们再尝试着打开 Thin这个标签页 改变其中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修改 Background的属性 我们发现 场景的背景颜色 发生了变化 由于OpenGL Property对象的属性太多 我们不在这里一一的说明 在后续的讲解中 我们再进行详细的介绍 发生了一遍 我们下周边的属性太多 扭